秋天的西北大地天高云淡 苍茫群山间黄河奔流直下 流经石川镇冲刷出一片平整的沃土 郁郁匆匆的万亩梨园 环抱着一座座村庄 在辽阔的大地上 洒下延绵不尽的绿意 这片近4000亩的梨园 已经在这里生长了400多年 上万棵梨树纵横排列 精准的间距使得每棵树 都能吸收充足的阳光 人们依照四十变化 为梨树修枝防虫 技法和经验代代相传 使这里成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也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的 世界第一古梨园 眼下正是采收的时间 古梨园每年都能产离2500多吨 为当地梨园带来2000多万元的收入 平均一棵树就能收入2000元左右 离原位于黄河上游 距离兰州市区只有20公里的路程 九曲蜿蜒的黄河水自西南向东北 穿过兰州盆地 留下一片片狭长的河谷平原 平原上石川镇的南庄 北庄 上车 长坡四个村庄组成了古梨园的核心区 白墙红瓦的农家小院兴罗齐步 三千多户人家伴着梨园而居 家家户户 房前两三树 屋后几亩梨 人们阳春赏花 种价成梁 金秋采收 收下来的仙梨流出少许自家食用 做成糖水罐头或是晒成梨杆 让淡淡梨香一年四季都萦绕在生活里 如今古梨园特有的风情 引来了众多的游客 渭州盐正打算采收自家的梨子 他的采梨方式让游客们很感兴趣 看似简单的木梯却融进了仙人的智慧 由于梨树高度大多都在十几米以上 人们制作出十多米长形似无功的独木梯 依靠两侧的枪杆相互支撑 远远望去梯上的人犹如悬在空中 被当地人叫做天把式 再大的树只要有天把式 两个人配合就能采下所有的梨 就像这一棵树能采多少果子 一千多斤的 你早前就把这棵几百斤 魏家这棵三百多年的古梨树 在一代代人的精心呵护下 直到今天 接出的果实依然格外香甜 特别大 特别香甜 这个梨还特别脆 金银特亮 它这个果皮特别饱 真没想到两三百年了 还这样的制盘业貌 还能结出这么香甜的礼 这一块就帮了 我们还要花了些比真是了 真是了不起 你们家有大年多少颗这样的 我有20块 收入也很开关 我家过去今天 才2万斤左右 光级了我家收我个10万块 靠着一棵棵老梨树 当地人的日子过得富裕又舒坦 让游客们都十分羡慕 说您这居住环境这么好 房子周围都长了 这个百年的古术这么多 我感觉空气也好 好像世外桃源 采收时间 在外的儿女们 陆续赶回家来帮忙 有了儿子魏凯大把手 魏周妍的脸上止不住笑意 由于紧挨着城市 村里许多年轻人都像魏凯一样 平时在城里工作 节假日回来陪伴父母 母亲用钢材下的心梨 炖出一锅温润的梨汤 丝丝清田里 满满满都是家的温暖 在飘满果香的小院里 一家人商量着采收后的计划 在石川镇 七成以上的人都姓魏 2017年落成的魏元 是兰州一带魏姓人 共同的祖庙 每到收获时节 家家户户采下心梨 都要精心挑选一栏 来到这里寄告祖先 魏祝星对家族历史十分了解 每到这个时候 他都会给孩子们讲讲先祖的故事 根据家谱记载 明洪武年间 山西人魏贵与两位好友 一路行商来到兰州 随着生意逐渐兴旺 三位好友便共同在兰州成交 鱼中和石川买了三块地 打算各自建基立业 兰州成交行商方便 鱼中土地肥沃 只有石川在当时 还是一块偏远的河滩荒地 三人抽签决定去向 魏贵抽中了鱼中 而好友抽到了石川 看到好友面露蓝色 魏贵便主动交换 把鱼中让了出来 自己去了荒凉的石川 他其实是传承了我 北齐的魏书一段话 这个在我们的家谱里面也有记载 做人做事必须要自我记物 先人后记 这事情还要为别人考虑 不是以我为中心 前往石川的路上 魏贵对年幼的大儿子说 好友不善于灌溉 到石川立足会很艰难 我们应该体谅他的难处 就这样 魏贵带着家人在石川开荒拓土 耕耘十载 把河滩变成了凉田 转眼 两个儿子也到了分家的时候 魏贵买下数十里外的一片荒山 同样让两个儿子抽签决定去留 大儿子像父亲当年一样 主动提出自己去荒山开拓 把石川凉田留给弟弟 他宁愿把困难留给自己 把方便让给弟弟 那么先人后记 他是体现在你做的事情上 你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上 你的行动上 他把这种品德 也留给我们魏贵的后人 魏家先祖让出凉田 也把先人后记的品德 随着苛刻梨树 种植在黄河之盘 数百年的耕耘 造就广阔丰饶的梨园 也在梨树下 建造出安居乐业的家园 中国是梨的原产地之一 黄河流域早在三千多年前 就飘散着梨的芬芳 闲暇时 当地人喜欢在树下 弹奏一曲蓝珠谷子 跟着哼上两段 人们听曲 品茶 尝梨 把梨吃出了雅趣 也吃出了幸福的味道 这段时间 运送先离的货车 在黄河两岸来往不断 历史上的河滩荒地 早已一片繁华 四通八达的路桥 北可接京藏高速 西可直达新疆 凭借畅通的物流 刚下树的鲜梨 不过一两天 就能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市场 丰收季节 卫星乐每天都要让儿子 拉一车梨送到兰州销售 来回一小时 一车梨就能卖到一万多元 儿子负责送离 卫星乐则惦记着 黄河边与老友的聚会 他们身后的这座钢索吊桥 便是五十多年前 大家一起参与修建的 再过几天 就是吊桥动工的纪念日 卫星乐特地带了一张 当年在工地上拍摄的老照片 如今 这座桥已经被保护起来 只能现行小型车辆 但在当年 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桥一天为人们的生活 就能收拾了 当时这个桥一巡航以后 因为发的管子都能拉不及 直接在街头就可以拉 发一架价格也就起来了 一末月定了十末天 数百年间 黄河一直是当地人 难以跨越的天前 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人们把梨运出石川 除了两条盘山小道 都只能依靠羊皮筏子 和牧船渡河 最怕的就是遭遇红讯 河水爆炸 交通不便 不仅困扰着梨远人 也是当时石川站面临的最大难题 虽然河谷土地肥沃 可是盛产的瓜果蔬菜运不出去 人们的生活挣扎在贫困线上 那时候 古梨远里有三个村 由于封产的老梨述 经济状况 是当时石川六个村里最好的 俗话说得好 前车年开路 后车不沾泥 于是几个村一致决定 让出梨远全部收入 为石川建一座桥 可人们仔细一算 造桥至少需要二十四万元 为了筹措出资金 几千伟村民勒紧了裤腰带 家家户户节衣缩食 哪怕再难也要省下钱来 1969年秋天 工程动工 五百多个日日夜夜 在兰州二十多个单位的帮助下 人们啃下了硬骨头 建成了石川通往外界的 第一座跨河大桥 我当时我今天和学院去了 我十四岁是国民园院的学 那时候人们的国际也拿 不开工资也不敢来的 曾经的青壮年 如今已是茂蝶老人 半个世纪的光阴过去 这座桥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它如同一座风碑 把新人后脊 无私奉献的精神 揪住在这片土地上 永远激励着后人 吊桥的建成 打通了石川通往外界的经济命脉 每年从这座桥上 运往全国各地的瓜果蔬菜 多达两千多万公斤 梨子价格连年上涨 古梨园周围也有更多的梨树 种了下去 到今天 石川镇梨树种植面积 已经达到了一万两千多亩 成为远近闻名的瓜果之香 梨园人家也迎来了 兴旺红火的日子 梨园里古树参天 绿叶成蝇 别致的小洋房和典雅的 西北民居错落邻间 平坦宽阔的公路 连接起一座座村庄 也满载梨园人的喜悦和自豪 这些年 梨树越重越多 但人们最珍视的 还是这四千多亩古梨园 在当地人心中 它是祖先留下的根 也是维系发展的魂 每年十月 家家户户都会和县政府 成立的古梨园保护中心 签一份协议书 咱们尽量地反护协议 给到签的时候来说 这里 这都摘完了 这是你的协议 你一放 我们一放 把明年的咱们双方的责任 咱们又签清楚了 来句说关护人 对 关护人 好来说啊 明年的协议就正式生效了 要让有病虫害啊什么的 及时联系咱们单位 咱们的共同目标 就是为了把书管好嘛 这样的管护协议 源于十年前的一段往事 由于市场上的水果种类 越来越丰富 激烈的市场竞争 让本地的离从美金三四元钱 降到了一两元钱 辛苦一年却赚不到多少钱 许多年轻人都离开家乡 到外面发展 离原长期疏于管理 日渐萧丝 那个时候 在外做了半辈子水果生意的 为万一回乡 打算用积蓄 把老宅改建成小洋房 在古篱树下 过上悠闲的退休生活 可当他回到离原 看到的却是一片 残败的景象 人工栽植的离树 在自然生长的状态下 树林很难超过百年 而古离原的离树 是在一代代人的精心管护下 才得以历经数百年丰霜 以九年年开花结果 这些古离树一旦输于管理 很快就会衰败 为万一思前想后 打消了修房子的念头 他拿出四十多万元积蓄 把周边相邻五十五棵 无人看管的古树 承包了过来 当时老魏的做法 儿子魏小龙并不赞成 儿子的担心并非多余 但魏万一却觉得 保护古树 一刻都不能等了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老一辈黎原人明白 没有先祖种下的这些树 哪有今天风一族时的好生活 保护好这片共同的家园 比自己住旧屋还是新房 都更为重要 那时候 则施施肥 除虫 修枢等日常管护 黎树的收成都归黎农所有 如今 黎原中的每一颗古黎树 都有他的身份证明 他们如同家人一样 被黎原人家精心呵护着 这几年 每到周末 魏小龙都会带着孩子回到老宅 看着儿子在葱龙的黎树下 肆意撒花 仿佛看见了自己从小在黎原 长大的幸福 也理解了父亲当年的决定 在一代人接着一代人的守护下 黎原的从容繁盛还将延续 2022年 古黎原保护中心 又开始对30年树林以上的黎树 进行备案登记 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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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农们思量着 等这批树交到子孙手上 古黎原的规模就更大了 百年古黎原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也成为发展旅游的宝贵资源 每年吸引着数十万游客来到这里 当地人办起了农家乐 沿街的农家餐馆也是生意红火 旅游产业为当地人每年带来一亿多元的收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国胜认为 古黎原正是通过文化振兴促进了产业发展 这个古黎原其实是提供了它产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 没有这个物质基础很难去做大乡村的这种产业 那仅仅有物质的财富是不够的 它还传承了它的这种精神的文化 它把物质和文化两者相叠加 最后发挥了新的生机 前两年 刘大林用自家的15亩梨树入股 和朋友合开了农家乐 守着家乡的梨树在家门口赚钱 让刘大林既自豪又满足 来到梨园的游客 都喜欢买几斤当地的特产软儿梨 软儿梨类类似东北的洞梨 鲜梨摘下后 先储藏一个月左右 等待果肉软化 糖分变化 到了冬天再冻成冰球 吃的时候慢慢化开 软糯香甜的滋味 使梨园人从小吃到大的家乡美味 这段时间 魏永波的合作社 每天都要从梨园收购三万多斤鲜梨 用来制作软儿梨 收来的一百六十多万斤鲜梨 经过分解 进入了合作社的恒温冷库 完成了收购 魏永波也终于有闲暇拍拍父母 聊聊合作社的近况 管子好得很难 最近广州这边有几个国家的 小伙伴的东瓜粒和苹果 最后的这些管子 我再给它发过去 把它时常再谈算一下 命后年也是条件成熟的话 把东瓜粒苹果 这种产品多为美 黎原迎来好光景 父亲也时常拿起心爱的三弦 弹出心里的高兴劲 儿子一路走来的艰辛 他都看在眼里 魏永波原先在外面做生意 每年入冬 母亲在家做好软儿梨 用推车运到兰州去卖 由于软儿梨冬季大量上市 价格很低 才三元一个 一年辛苦到头 也只能挣到三四千元 对于梨农来说 除了秋天产的仙梨 冬天的软儿梨 也是一笔重要的收入 看着像母亲一样的 乡亲们为卖软儿梨发愁 魏永波有了回乡的念头 在政府的支持下 魏永波和科研机构 一起在梨园开设了乡村实验室 制定研发软儿梨的 果品标准和洞藏技术 这是一个洋气 每天都有梨农来到这里 学习新技术 魏永波总是毫无保留地 把这些技术 无偿地分享给乡亲们 他知道 只有大家共同富裕 梨园才能走出 更宽广的未来 像我出去走南闯北的地方也比较多了 越是走得远 对我们自己的家乡的人文也好 地域也好 就有了更大的一个自信 梨园里一个个年轻的身影在忙碌着 如同翠绿的金枝 带给这片古老的土地 充满希望的春天 黄河奔有 河水带着百年的梨香奔赴远方 阳光下的古梨园 还将在西北大地上 继续写下他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